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 今天我們現在是我們營養師擺文牌喔 那今天的話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東西啊 因為其實之前哲平在玩鹿版的時候 也沒有說特別的去研究就是我們的那個 商店街的東西喔 因為之前的話只有那個什麼就是 年獸的活動的話裡面商店街好像就會有年獸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讓他打吧 然後我記得就是這個商店街裡面的話 會有一些就是商店是你可以去創造的 那這個到底能夠有什麼東西的話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不過我最近的話有發現就是 像我們這個地方不是都有這些 就是比如說狸貓啊 或是我們這邊的這個蓮柚啊 這些的話好像都可以去跟他們對戰 那對戰完之後的話 欸其實還算還不錯 因為他會給你那個玉閘喔 那玉閘是什麼東西喔 玉閘就是我們在那個 在製造卡牌的時候啊 就是如果你要放卡牌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用那個玉閘來合成這樣子喔 批量分解也是會得到我們玉閘 那玉閘的話你就可以拿他來去 用一些裡面有卡牌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950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玉閘來合成我們這張 就是全神的這個星劍亂武 所以玉閘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啊 所以大家的話可以來去用一下 那現在每一張 每個4神的那個卡片最多一張 比如說我們這張機板的駕駛 這張卡片的話最多就是兩張 所以兩張以上的話你就可以把他分當 因為他也沒辦法帶到三張這樣子 除非你是去玩我們那個有個牌局 不然其實基本上是帶不了三張的 所以批量分解的話 你就可以自動把他分解就會不錯 那這款遊戲比較 欸 比較困難的就是玉閘需要非常非常的多啦 比如說我們這邊的這個 絕型的全神 絕顯全神卡喔 全神卡喔 這邊的話4800好不好 才可以拿到一張 所以基本上這個 玉理真的是要 玉閘真的要分解 非常非常的多 你才可以拿到我們這個就是 SSR的卡片喔 所以平常就是要多多打一些東西啦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你在我們商店街這邊的話 其實就會有很不錯的一些結果 那商店街這邊的這個狸貓啊 或是小人的話 你點他的話你就可以去 對戰有沒有 你看 這個哨動狸貓 喝醉的狸貓正在商店街上徘徊 嚇到了不少客人 或許還是先讓他冷靜一點比較好 然後可以選擇通過休閒對戰 或是狸貓對戰完成死件事情喔 就是你可以跟他對局啊 或是去休閒對戰跟其他玩家對局 或是你如果是跟哲平一樣 很喜歡打天梯的話 你也可以去天梯跟別人對打喔 好 那我們就來天梯來打一下 我們狸貓的任務吧 目前來說哲平是五階三段啦 然後是一火 那最近的話我都在玩那個就是 欸 刀山火狼啊 就是妖刀雞跟我們三童 還有我們的那個鳳凰火跟白狼喔 就是打一個比較快攻的一個方法啦 我覺得還算是蠻有趣的 大家也可以來玩一下喔 待會來玩一下這套套牌 到底在打什麼東西 所以說就是打一個很快攻的一個方法 因為大家基本上很多人 都在玩三階的那個 要刀雞嘛 要不然就是打一些很後期的角色 那我們就是盡可能在初期 就是給他打到一個爆炸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感覺喔 好 這套的隊伍的話 對面應該就是我們的 慈木跟九屯的那個養攻擊流吧 然後再加上那個桃花妖 那我們這套比較麻煩 就是我們這套是沒有補血的角色的 所以可能會比較稍微有點 有點需要一點點小運氣喔 所以說我們就是初期就是要一個搶快 那如果我們那個公司被斷掉的話 可能就沒有說那麼的頂好了 但是我們就沒有關係 我們就努力的打下去就對了 好 我們這邊先叫一下三童出去喔 其實我不太喜歡就是 先手就是因為我們一定要派一隻角色出去擋 那我基本上之前都是玩那個螢幕臉 因為螢幕臉體質非常好 所以是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螢幕臉的話可以先讓他來當一個坦克 在前面擋一下應該會很不錯 因為他好像二六然後再加上那個就是 一階的那個變身卡的話變成二七就會很多 好沒關係 這邊的話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個好成績 所以說我們可以用這個會來攻擊一下這個磁木啊 如果他要一直疊磁木的攻擊力的話 應該就是可以用這個方法 因為基本上應該是這樣玩的喔 對面的話一定就是養那個磁木啊 然後用九吞來給我們壓力 然後超高的那個攻擊力這樣感覺喔 看來了 先出來是不是 那麼快速的嗎 哇 居然這麼快就直接那個耶 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來個 鳳凰火 燒燒 然後直接再打臉 但這邊的話他如果下一位開桃花妖 然後直接幫那個大天狗補錢 然後直接來打我們的話也是比較麻煩 但是通常他不會讓那個 不會讓法師角色出來啊 因為通常就是大天狗這種的話 都不會太不太會讓他出來喔 哇他直接 幫他升三四了 那沒有關係 這邊的話我們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克制他 這邊我們看一下喔 哎 我們可能要賣一隻哎 那我們就先賣那個 先賣誰啊 42424 我們可以先賣鳳凰火沒有關係 因為鳳凰火這邊的話我們沒有說 那麼急需的要用他喔 因為他這個鳳凰火的這個 鳳火最後的話 第三階或是後面的階段的話都還是蠻重要的 然後 我們現在可能就是要先把握一下就是 白狼的那個會 我們要先用那個會來就是 打一些比較麻煩的角色 像我們這場的話要狙殺的大概就是 我們大天狗跟我們的那個 池木童子喔 因為池木童子他待會的話 他有先疊豪拳 他一定就有一些招式 可以讓他就是回復到原本的那個 攻擊力量的 那你只要讓他的攻擊力量疊起來的時候 馬上開那個鳳凰火 就開那個會直接把他給打死 基本上應該就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哎呦居然嗎 來了他復活 復活誰 好復活這個 池木 然後他會讓他回到原本的攻擊力嗎 如果不會的話 我們這邊應該是死不了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再用別種方法來打他 哎他居然先出來打了耶 那變身是不是 哦回復血量好吧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可能就要 就可能要用換的了 這邊稍微來換一下好了 鳳凰火死掉了嘛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邊妖刀機的卡也蠻多的 然後 這邊的話可以用那個三桶 三桶這邊可以先打 然後我們再用那個招式來打 因為他這邊可以加盾牌嘛 所以我們就用三桶來打 三桶先打 然後會貫穿 貫穿沒有問題 再打 然後我們這邊快死的話呢 我們還是可以先用那個 攻擊力來用哦 減一 不然我們就 哎 可是我覺得他會放法術 所以我們還是直接打吧 好他放法術的話一定會把 哇塞他如果放法術 我們這邊三隻一定都會死耶 血量太少了啦 所以有時候你這種玩法的話也不是說 那麼頂好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這樣一次全部死掉的話 你會比較尷尬 除非我們很幸運沒有被打到 沒有全部被打中了 那完了完了 我們要來休息好多個回合各位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就比較麻煩了各位 所以 你要去算一下這個四神的血量哦 像我們這樣的話就不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我們這邊 拿到了還蠻多鳳火的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直接那個 直接消滅他們是沒有關係的 哇塞 我們這邊在鬧哪一招的 好險我們鳳凰火 剛剛有讓他先死哦 好他這邊的話應該就是要來用那個 酒吞了 所以我們待會的話 直接炸酒吞就可以了 直接把酒吞給他炸掉 好先炸酒吞 然後我們會打到大天狗對不對 然後 哎 也只能先這樣的感覺 對先這樣子吧 反正我們的牌就是留給那個 留給他們那幾隻就對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哦 哇哦 這就麻煩了哇果然好不好 就是他如果再多打我頭一下的話 那就還好 但是他這邊居然是先那個 那我也沒有辦法了好不好 他應該要讓他的攻擊力回來了 對對對 他最多是6而已啊所以還好 好加盾牌 6好沒關係 他已經先發了那一張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可以那個 呵呵呵好麻煩了我想一下啊 不屈的話我們這邊攻擊力加3 所以是6然後我們有不屈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張來打 然後我們可以先炸掉那個 炸掉大天狗吧 好不屈 然後 一 對然後我們還可以活著嘛對不對 然後 三童這邊可以發我們先 炸掉大天狗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話 待會兒如果吹龍捲風 我們那邊就掛了 所以也不一定能夠炸到大天狗就是了 好 就賭他沒有龍捲風了啦 賭他沒有龍捲風了 他如果龍捲風的話我們就 就死光光了 桃花妖 好 不要龍捲風不要龍捲風 好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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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那那那他完蛋了 因為我們剛剛賭到了 他沒有抽到龍捲風的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直接把他給射死 再見 好太好了 射死完全沒有問題啦 然後 這邊的話我們也可以先那個 先 先打一下我搶一下喔 這邊的話 5滴 5滴 6滴 6滴 5 11贏了 好 6滴 5滴 再見 世界沒有問題有沒有 這場的話算是遇到比較好打一點點耶 因為對面這邊的話是法師套 法師套比較怕這種就是會直接打你臉的 所以我們就很順利的可以獲勝了 還不錯 那如果是遇到一些就是也是跟你打快攻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再用一些就是比較好的一些操牌或什麼之類的啦 然後獲勝之後的話呢 你就可以來這邊然後找他領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 御札喔 有沒有 這邊的話有沒有看到 會給你御札26的啊 還有我們達摩幣跟遊覽卡積分 所以我覺得 這邊的話你如果就是打天機打完 你不知道幹嘛的話 你就可以來看一下商店街這邊有沒有一些就是這個 怪人啦 看有沒有怪人喔 你就可以來跟他打一下 然後對打完之後他就會給你一些御札 然後之類的東西 所以你就是每天這樣打一直打的話 你的那個御札就會越來越多 你就可以去 製造一些就是你更想要的一些卡片這樣感覺 所以就 還不錯啦 大家可以就是去 遊戲裡面找各種設施 然後去設施裡面來賺取我們的御札 比如說有個牌局啊 或是我們的那個 怪談演習所啊 那如果你的密文之間也是我們主線劇情 如果拿到我們那些道具的話 你也是可以就是開啟更多一個新的劇情 因為 我們這個主線劇情打完之後的話 你只要最後一關打完 他就會給你一張隨機的SSR卡 所以你只要賺我們SSR卡的話 就是可以利用那個方法來賺一下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囉 好 那大家現在都用什麼牌 在打我們的硬仰師百聞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覺得我們商店街這個 會送我們御札的這些小怪物 還不錯的話可以把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明明知道要視頻中午十二點 跟晚上的影片晚上欺騙我的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啦 那視頻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